我們第一位來面是賓哥 你確定是曙光嗎 不是曙光啊 不是曙光 不是死光啦 是曙光 然後第二位是我們的龍介兄 大家好 對啊 但我隱形約約覺得下禮拜就會談成耶 你確定嗎 賓哥說哪來的樂觀啊 我看起來是談不成 真的嗎 對啊 可是因為現在 感覺好像有慢慢的啊 至少談到讓 你雖然說大家 你來我網感覺都很難聽 可是實質的有網 就是共識交點 比如說 當那個柯文哲講說 讓3% 趙老大說讓5% 他不是讓3% 他誤差範圍內嘛 對 誤差 誤差其實以柯P來講 他組裝一萬五千份以上的話 一萬五千份誤差是0.8 蛤 是0.8 蛤 無差範圍0.8 對啊 95%的新興水準啊 如果是 0.8%啊 對 那如果是3萬份以上的話 誤差只有0.57 欸賓哥你可以稍微高一點點嗎 做高一點點 所以不是3% 是0. 不是不是 3%是1000多份的時候 1068的時候 對 那 0.8% 我是覺得 趙先生的那個5%是太誇張了 你叫人家 欸國民黨央央大黨好意思 叫人家讓5% 會不會太好笑 不要再逼他了 趙先生已經 焦慮到長那個 胚爪喔 抓胚還是胚爪 胚爪 胚爪 胚爪中文是什麼 皮蛇 泡枕 對啊 他是長整個側臉都是 我剛剛遇到他的時候 我有看到 對啊 而且 那個其實有時候有點危險 如果你沒有好好休息是有危險 那個會很難受 啊 忘記星哥當年就是這樣子 對啊 那天神大老跟他說 你不趕快看那個會痴迷 喔對 因為他的位置在這邊 那邊神經特別多 那很危險的啊 他那個就是要趕快放鬆多休息 啊不會和 如果沒有和的話 他怎麼放鬆 沒有和就可以放鬆啊 反正不 就那樣了 我們來賭啦 我覺得下禮拜 週末之前應該會有 會有和 會成 我看我去買個韭菜盒比較快 候選人被收押最多了 會選看 還沒有 正式參選 就已經搞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 你們覺得郭董會選下去 我覺得他很難選下去 可是都一百多份了 怎麼篩都會過吧 過是一定會過啊 過之後就是登記 過後沒有規定一定要 一定要登記啊 那他 假如假設 比如說如果像我樂觀評估 下個禮拜藍百合 就會真的合了 如果真的合 他其實就可以不要登記了嘛 對不對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所以最完美的是 這一兩個禮拜談好 然後他就不登記 你說中國大陸在恐嚇他 嗯 那民進黨政府辦這個 也在恐嚇他一樣啊 就是他被附受敵 我抓在手上啊 要不要辦 辦到什麼程度 我慢慢來啊 然後你一登記 最好 這個 不可測的太多了 登記讓他繳局嘛 就算他選上 你看這麼多案子 南希我還是覺得 下禮拜會有出現 他在鄭州 在廣州那邊 在廣州那邊 那是 真誠有 他 土地還要把它變成 住宅區 住宅區 那整個 弄 結果 你剛才說要走 我就要準備幫他開發啊 後來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是鄭州那邊嗎 有一部分的廠區 就大家都跑光了 剩下沒有多少幹部 對啊 你弄走 你有得到 因為越南也會給你優惠嘛 印度也一樣 我都給你優惠嘛 幾年免稅嘛 他等於重新去找一個 可是 你換成是我們的話 我們也支持啊 我給你優惠 給你土地 然後比別人好的 好康的這些 稅啊什麼的 結果你時間一到說跑就跑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違背當時的 但是當時 講的就是優惠幾年 沒有說我要戴七年 可是他們的想像會覺得說 你應該就是一路啊 對啊 我幫你伸出來了 你怎麼可能有一天說 我不是你爸爸 我不是你媽媽 就是這樣 不過時間點 就是 這個時間點 這樣子 就這個時間點他要走啊 哦 嗯 對不對 那你說他 他對我來講 他也是全球布局啊 站在他的立場 他覺得這樣是對的啊 他可能搞不好 也覺得這麼多年了 然後大陸的薪資 確實是上漲了 我覺得每一個勞工市場都這樣啊 當初西英你去的時候 土地便宜嘛 台灣也是因為上場你才去的啊 對啊 啊這是正常的 因為任何一個勞工市場 時間一到就 小學生要吸毛台 我覺得小學怎麼會流行這種東西 就超奇怪 對啊 現在對岸流行什麼 我們隔一兩個禮拜就開始流行 有啊 先是蘿蔔刀啊 速度超快的 他那個軍方那個毛台啊 一瓶啊 人民幣 兩萬 兩萬 成年的 而且不見得買得到吧 買不到 那個徐 他們有一個軍頭 那叫什麼 徐才厚 還有什麼 郭什麼 郭柏熊 還是什麼 嗯 不是說在地下室 雕出啊 五百鄉 對對對 那就是老成年 那個都是類似黃金啊 好 蘿蜂的小兒子 他這個沒有什麼事啊 對啊 我覺得他去打一個性侵犯 這個不 這個就是鬥毆嘛 對 這個還好了 因為那女生已經指控他性侵了 然後這個人又有性侵前科 只是問題是他兒子 人家一叫就去 他以前大概也做過很多類似的事 哈哈哈哈 就是可能爸爸要跟他講一下 因為其實本來是個小案子 是因為他兒子的身份變成大案子 他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他爸爸是明星嘛 不然可能就是一個社會打架新聞這樣 老藝人他算轉型成功的 他很厲害喔 對啊 他是應該是那個 那個誰之後第二個 在YouTube上面 而且在網路上 老藝人要這樣子流量是很難的 是啊 那個誰 那個叫什麼 一日系列那個叫什麼 對啊 就是在講他 對對對 我一下忘記他 我現在跟賓哥一樣都是臨時有名 對啊 一日系列是 台詞人 台詞人 我們現在都老人了 對啊 名字會突然清不起來 就看他那個臉然後就想不起名字 對啊 我現在跟他聊天也有這個毛病 對啊 我就說 啊這個 那個 啊就就就那個啦 對啊 賓哥我跟你讀飲料 下禮拜周末之前會喝 好啊 嗯 好啊 賭什麼飲料 手搖隨便一杯啊 我也是茅台酒 也不用賭這麼大吧 龍介兄覺得應該有機會啦 下禮拜周末之前 有 有齁 很像他的聲音 其實 可是 當初我同事其實他那天真的是 他就坐在那邊打瞌睡的時候 突然之間接到電話 對 可是女生就會被講成說 好像是他自己要爆料啊 然後想要紅啊 什麼什麼的 啊不是他打的 我是覺得那女孩子 欸 我覺得應該還有別的狀況啦 就是他的身心的狀況 其實我們後來知道 那個女孩子當時情緒很不穩定 對啊 我就說應該是還有別的 像這種事情 一般是這樣 因為法律是判無罪啦 對啊 反正他要去做改 你要去 所以後來 翡翠就倒了 對啊 翡翠那時候才恐怖 翡翠有些下筆很可怕 對啊 翡翠下筆會比那個 一周刊其實還恐怖 只是一周刊會拍到 很要命的東西啦 翡翠是會寫得很可怕這樣子 但我們那時候很喜歡看翡翠 有那個吃剉冰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翡翠啊 翡翠就在那種什麼 李靶院啊 什麼 對啊 而且他會放一些很那個 很清涼的照片 那個是我建議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陣子銷量非常非常的差 因為已經開始在轉型了嘛 我就建議我們 我們總編集說 你要不要 變成AB本 B本就專門擺這種清涼的東西 結果果然改了之後 本來銷售量低到只有一成多 我覺得翡翠就是有貫徹屍體裸體 對 然後就 結果我改了之後 就賣到七八成以上 哇 所以你是翡翠的改造手 也沒有啊 後來你還是抵不過 因為已經進入網路時代了嘛 對啦 而且他那個 那個叫全開本 八開 八開本 也是太大本了點 是啊 八開最早就是 就是弄什麼 時代啊 時報週刊 這些 這個你們恐怕有一些人不知道 而且那個印刷方式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容易有墨 是啊 後來一週刊就比較沒有 一週刊為了調那個墨 調了非常長的時間 哦 他那個摸起來很舒服啊 是啊 那翡翠的就很不舒服啊 吃個東西常常手上都是硬 便宜嘛 所以還是有些no-how 我們不知道 其實翡翠當年賣的並不便宜 那一本要賣一百多塊 哦 因為我都是吃人 看人家店裡面 沒有很少人自己花錢買 對 大部分都那種理髮店啊 什麼東西在訂 對 我那個同事現在還在中時 中時 主管 他現在應該是主管 社會縣的 對 但是當時家屬要告什麼 就是說誹謗 對啊 人死了還可以告 家屬還是可以告誹謗 可以 不是因為他死了 所以這案子就告不下去 家屬還是可以幫忙告這樣 家屬可以告 就是我們國家其實比較特別 在別的國家其實就不太能告 我印象中我看有些國家的人死了 其實相關的 我們國家還曾經有一個最離譜的案例 叫匪寒案論戰 就是當時呢 有一個 鄉野 就是地方志 寫了關於韓譽得眉毒的事情 就韓譽的 對